假如你将提前三分钟知道你的家人有问题 你会怎么做 我是文件甲 就在刚刚我收到的小号发给我的消息 我是平行世界的你 三分钟后家里人就要变成怪物了 小心点 家里人 什么意思 爸爸妈妈会变成怪物 是的 就是那种吃人的怪物 整个头就是一张大嘴 身上散发着血腥味 随时都让人感觉衣服里包裹着八只猪手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用再说了 怎么 这就承受不住了 不不不 我只是无法想象这些东西在我爸妈身上 你不觉得恶心吗 这又啥 我习惯了 习惯了 什么意思 你没有被这样的怪物爸妈吃掉吗 这也是我打算和你说的 你只要表现得像他们一样 你就没事 像他们一样 什么意思 他们干啥你干啥 他们吃啥你吃啥 表现得像怪物儿子一样 那他们干啥吃啥 就和正常生活一样 爸上班 妈洗衣做饭 就是长得奇怪了一点 吃得要恶心一点 人体习惯啥的 你能吃得下去 当然吃不下去了 我和那个怪物爸妈说 我改吃素了 你是怎么做到面对长成那样的爸妈 还能波澜不惊的 别人大学学的表演 你牛逼 我没办法做到 我得想个办法解决了 生不了了 其实怪物爸妈 还是很爱咱们的 拼心事业的我心脏到底有多大呀 大仗 我都快睡着了 又要去见我爸妈了 你又给你爸妈说 我是你女朋友了 这个爸妈 是有点不太正常的爸妈 你爸妈 看不见你带儿媳妇疯了 怎么说话 这次拼心事业的我说 是去一个怪物家庭 爸妈是长得很吓人的怪物 你说话能不能明白点 怎么解决 手认自己爹妈 拼心事业的我说 装的和他们是同类 就不会被察觉出来 不是 合着我还得装你女朋友呗 你不硬装我女朋友 装我同事也行 还是女朋友吧 只要你不露馅 你爸妈看在 我是你女朋友的份上 应该不会吃了我 5 4 3 2 1 这和我的卧室一模一样 你电脑旁边 你妈会给你放啥东西在上面 我妈一般会放一些水果 怎么了 你看看那是水果吧 眼珠 珠 这声音一听就不像个好人啊 我出去了 你小心点 再接什么东西 不会是人腿一巴 这腿太大了 我不好切 你帮我扶一下 你表情这么这么难看 我刚刚看到一个博主的视频 我跟立志结尾 笑死我了呀 我怎么没听到你在房间里笑 你这东西这么大声 怎么可能听得到吗 行了 你把这些肝啊 肾脏啥 都给你女朋友吃的玩 妈 你想得尖叫刀 好怕呢 一巴人比起他们 谁玩 不会再吃饭了 一巴早之前和你说过 你为什么还在玩 我忘了 我自己把这些肾脏端给大壮吃 你不怕学识干净吗 有这么多人跟人讲 怕大壮 不讲究这么多 我走了 你端的什么玩意儿 身操 还好我妈默认你 女朋友了 免得不解释你的身份 你爸呢 我爸出去了 应该要吃了饭回来 我要出去见见你妈妈 等会吃饭再见吧 那个样貌 我怕你说话打颤 算了就现在吧 我怕你吃饭的时候 捉上那人腿 再结合怪物的长相 我帮你直接露线 我和你一起出去吧 大壮 他怎么是个人 他怎么可能是 不是 把门打开 那些事物 把门打开 怎么回事 怎么看到我就变了 不知道 这地方有可能只把我 屏蔽成怪物儿子 其他人就没这效果了 那现在怎么办 这木门可守不住 喊人的菜刀 他怎么稳定下来了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给人家 apat馭